我們先從這邊,就是在我們的免費的線上服務裡面找到第三個 那你進來之後呢 如果我們不想要把它開在這個OneNote裡面 你可以從上面這邊 有沒有叫新分頁 它就會把那個頁面獨立出來 這樣就不會被OneNote放在裡面了 好,你可以看到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三種功能 一個是修片,一個是拼圖,一個是設計 好,那原則上修片、拼圖,這個應該大家 手機上都有類似的功能 所以我應該不用講太多 因為我們今天要主要在設計這邊 也就是說其實你今天只要會找什麼 會找一些有這樣子的設計的 它都有很多範本給你 好,進來了 有沒有看到了 對不對 對不對 你要的是像這種 Facebook版頭 還是YouTube版頭 還是賀卡 有沒有看到海報 有了齁 對啊 然後還有新的有沒有 YouTube什麼 視頻縮略圖 視頻縮略圖是什麼 就是把那個 影片 因為我們影片 不像照片 一眼就看完對不對 所以他可以把那個縮圖一張一張 就是 在播的時候一張一張抓一下 抓集一部分 好,那你往下走 往下走 還有沒有其他的 有沒有 這個帖子就是 一般我們在Facebook發文 對不對 你會需要的 那甚至呢 下面有一些 版頭封面 有沒有發現有很多 好 還有廣告也有 還有廣告也有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從上面的 這個海報來囉 直接就進到海報 點一下 有沒有發現他的尺寸 等一下 我可以給各位看一下 那個尺寸是多少 可以算一下幾百萬像素嗎 有沒有心算比較好的 沒有的計算機拿錯 這樣子幾百萬像素 一五成二零 至少是三百萬以上 沒錯吧 所以知道 為什麼我剛剛先講那個解析度的問題了 因為這樣你才會知道 好,點進來 有沒有看到 最近應該知道什麼節了吧 所以什麼節 就會有什麼東西跑出來嗎 各位知道 昨天是那個 24節氣裡面的大學 再來就是大家最喜歡的那個節日就來了 對啊對啊 請問24節氣 還是一個長次體 24節氣是農地還是活力 你們沒有看過一個叫ORD那個嗎 知道為什麼叫ORD嗎 跪倒了 這個 答案隨著怎麼樣 年齡的增長 答錯的越來越多 24節氣當然是弄 弄國力啊 一個月兩個節氣啊 因為節氣跟什麼 跟太陽的位置有關係啊 跟農曆有關係的是那個 月亮啊 你了解啦 你看我們上課都長知識而已 好啦 你看一下 有沒有很多範本可以選 這樣我可以回家了嗎 我介紹完了 後面的都是一樣的功能 都一樣的功能 這樣我還要介紹太多嗎 不用齁 要不要 請你們先進來一下 我們等一下一起來看 來我先等各位一下 我先都說 我先讓你下課了